男团成员对经纪公司忍无可忍,提出合约无效诉讼,最终解约成功。 近年来不止韩国音乐,连电视剧、电影、综艺节目也都热销到全世界,KBOP也大阔亚洲圈,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,其中最大的工程绝对少补了韩国娱乐的三大社SM娱乐,娱乐和娱乐。 不过除了三大社之外,小社里还是有可能培育出世界级的偶像的,像是最近红到全世界的防弹少年团,就创造了小社的奇迹啊。 防弹少年团每个人都各有自己擅长的部分,彼此的感情也很好,才能造就今天的世界团啊。 而韩国的偶像之所以能个个都有实力,即使都要托韩国练习生制度的福。 练习生制度常见于经纪公司培养新一代KBOP男女子组合,乐团或solo艺人,经纪公司会对练习生进行严密监管, 即设有完善的制度为确保其下一年能成功发展,通常推出一支新组合需要花费40万。 练习生生涯一般会是两年至五年不等,甚至更长,期间练习生除了正常学校学习外, 还需到其公司学习歌唱技巧、专业舞蹈训练以及一系列语言培训。 大部分练习生会从学生时期就开始参加培训,这一套制度让韩国练习生出道后具备竞争力。 而愿意贡献自己青春时光接受严格的练习生训练的练习生, 多是抱住能够成功出道的心, 不过出道后能否过上自己想象中的偶像生活, 好像又是另一回事了。 据韩媒报道有某男团的经纪公司居然要求成员自费解决装发的费用, 一些必须的美容手术也被公司称为自我管理要成员自费, 连最基本的舞蹈、声乐训练、活动时的移动车辆、经纪人等, 公司也没办法正常的提供。 甚至还传出练习室曾经被公司出租给外部人员, 导致成员无法进入练习室的状况, 更惨的是公司还以一天不吃饭又不会死, 要成员们自己负担宿舍里的实费和生活用品, 对于那些主张支援实费的职员强制解雇等夸张行径, 让网友们都直呼看不下去。 成员们进行海外活动时, 经纪公司也没有经纪人或职员同行, 成员们都是靠自己去宣传的, 由于也没有保镖之类的人在旁边, 该团体常常受到各式各样的性骚扰。 经纪公司的代表也曾威胁成员说不听话的话, 就把你们埋葬在业界、演艺圈等, 也常常对成员们恶言相向, 让成员们一直处在恶劣的环境中, 赚的钱也不多。 而成员们也终于忍无可忍, 因为经纪公司违反了各种合约义务, 向法院提出专属合约无效的诉讼, 就在今天,22日, 法院判决原告胜诉, 该团体解约成功。 据报道该团体是在2015年与公司签约, 于此年夏天出道, 是五人团体, 而有网友也直指, 该团体就是在2016年8月出道的Inks。 Inks去年曾经在中国台湾节目上宣传, 在中国台湾也拥有一票粉丝, 如今传出这么遗憾的消息, 让粉丝们都很伤心啊。 NUEST已经是出道多年的前辈团, 不过因为经纪公司不用新经营, 导致NUEST的人气一直在走下坡, 不难理解为什么网友会想到NUEST了。 成员们上节目也曾表示 线目师第17, 能够这样红遍全世界影片一出 也让粉丝超心痛, 好险通过PD101第二季NUEST 记得已再次被大众看见。 而因为成员民选还在进行WarnerOne的活动, 暂时以四人体制活动的NUEST 也将在25号回归了。 也期待NUEST以五人体制回归的那一天啊。